嗨大家好我是小陈老师 今天要和大家来聊聊的是 Breeze Dancing这个吊带 那今天我们要借由这个身体的构造呢 来聊聊这个在吊带在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考虑哪些事情 还有哪些细节我们需要被顾虑到 那这个吊带呢 在我先前的影片和大家聊到 之前呢它的吊带的高度没有这么低 现在越说越低越说越低 然后我每次都会感觉到 它有点点的进步 有点的改变 那我们今天来聊聊我们的这个脖子 这个颈椎跟这个吊带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的颈椎呢有七节 那第七节以下呢就是胸椎 那你可以想象第七节的这个颈椎 大概在哪里 在我们这两个肩膀的这个中间 所以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摸下去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呢会特别的凸 脖子这块有个地方特别凸的这一块呢 就是第七个 比较凸的这一块叫第七个颈椎 那我们也称为大椎 大椎呢有点像我们 好像跪在地上的时候呢 会用膝盖就是比较突出的这一块 当我们双手要做这个棒式 撑在地板上的时候 这个骨头这一块 撑在地板上这一块力量会特别的有力 所以呢我们这个吊带在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会一直朝着这个第七个颈椎 这个地方迈进 那第二件事情呢 是这个第七个颈椎这个地方呢 因为它的位置呢 比较少肉 那你看第一根第二根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是第七根以上的这个颈椎这个地方 这块肉都比较多 所以这个地方呢 压的时候会比较不舒服 就像我 呃 跪在地上的时候不是用膝盖以外的地方 再跪的话会蛮不舒服的感觉 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颈椎呢 它其实是一个 一个A字形的 就像顺着滑下去 所以呢我们脖子在给它湿地的时候呢 不是往这个地方 也不是往这个地方 是往这个斜下这个地方 那这个第七个颈椎斜下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身体最漂亮 最自身最舒服的地方 那我们可以借过这个图片呢 可以看得出来 第七个颈椎的位置呢 它特别的粗 然后呢 这个形状呢 是一个U字形 有点A字形的这个样子 那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它的肉比较少 第七个颈椎呢 它特别的凸 它摸得到 那你可以试试看摸到这块地方 那当你用这个地方 在顶着你的乐器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哎 身体特别的舒服 那你掉起乐器来的时候 也不会特别的重 那今天就和大家来分享 这个第七个颈椎 是我们最适合掉乐器的这个地方 就下次见啰 拜拜 by bwd6 咱们这边